新年好 新的一年我祝贺大家龙腾虎月 香江第一美人观之灵亲自送上 新年祝贺 皮肤白皙光润的动灵模样 引发网友一片惊呼 说61岁能有这样的状态很不错 保养得真好 为什么老不了 但也有人认不住开酸 说这根本美颜相机开到最大 滤镜关掉才知道 2021年香港知名主持人苏诗黄 在脸书晒出请身照 站在他身后的观之灵 灵修图的肃静模样 诱人批评皮肤凹陷 却其实散发自然美 一双眼睛清澈明亮 双唇饱满红润 脸旁娇美端妆 皮肤白皙光洁 身材匀称苗条 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 都让人感到端庄高贵 观之灵1981年出道 长相出众 气质脱俗 曾被外媒评选为 春秋千50位最美的名人 他主演的一系列角色 几乎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但出影坛多年 观之灵却活跃社群平台 经常与粉丝互动 有问必答 姐姐 什么是港风穿搭啊 你跟我来 有毛巾 风发雪与其客 不藏私的还包括 有很多朋友问我 是不是东北人 是啊 我是辽宁人 正白旗 没听错 观之灵是满洲皇族 瓜尔加世后裔 相传专出清国清晨的美女 或许真因如此 即使岁月在观之灵脸上 留下痕迹 想将第一美人依旧情形脱俗 咱们的新闻 网上云报道